欢迎收看NASD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 今天我们来玩一张新的这个PVE地图 我最近找了一张PVE地图 大家看到有好多熊猫 是不是 这有个熊猫 那边还有一个飞翔的这个大熊猫 是不是 到处都有熊猫 这还有一个 你好 这个地图叫什么呢 在这里叫做Sed Panda Adventures 2 伤心的熊猫历史演技2 这个地图是谁做的呢 是叫Missy 感谢Missy 感谢Missy做了这张地图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的一些介绍 是不是 欢迎来到这个Sed Panda Adventures 2 这是一个轨道射击类型的地图 就是我们坐在轨道上 然后射击怪物 是吧 说是PVE 但是没有近战 我们全是用弓箭的 它的其中的一些灵感来自于这个Pokemon的 跟Pokemon还有点关系的 然后我们要通过射箭干掉怪物 还得到一些新的装备 是不是 然后到达终点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是Missy的YouTube的频道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然后下面 如果在多人模式玩的话 请确保能飞 多人模式 我们单人模式先不考虑了 1.10.2版本 然后如果用1.11的话 就会出问题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用1.10.2 然后会有一个资源包 有个资源包 资源包现在我们应该加载了 因为这个地方我刚才看了 如果我们没有看见熊猫的话 说明资源包有问题 现在我们能看见它说明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边还有一些什么 这边是Minecraft的难度 难度我们选什么呢 Easy Normal Hard 我们选什么呢 选normal 我们来选normal 然后这边呢是 Chest Arrow Detection 这个是什么意思 How close an arrow need to be a chest to gain its loot 可能是用剑射中那个奖励箱的难度吧 应该是 默认是Near default 这默认的是附近是吧 Dead on是必定命中 然后Lenit Lenit应该是比较远的一个意思吧 好 然后我们看这个 Health Regeneration 回血的情况 默认是两倍回血 然后还有一倍回血 当然我们默认两倍回血就行了 然后这边呢 是音乐 这有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默认是打开的 我们就打开了吧 然后是Extra Monsters 这个额外的怪兽 额外的怪物 我们看看 默认是normal 没有 然后是有一些额外的 然后有很多的额外的 那么默认没有 那我们就先默认吧 我们尽量先用默认来打 那么这边是什么 Resource Pack Volume Test 可以来测试这个声音是吧 测试声音大小 我的声音会不会有点吵 应该还行吧 我先试试 然后这个是什么 是一个 我来测试这个文字 这个资源包的这个文字信息 都正常的 没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吧 那我们就打一下看看吧 Click here to start the map 开始 先让我们纵览一下这张地图 很帅 到处都是熊猫 但是没有很多的竹子 我希望看到很多的竹子 这有竹子 这有竹子 我看到竹子了 非常多的竹子 其实是甘蔗了 大家都知道这是甘蔗 好 飞翔的熊猫 这一个巨大无比的熊猫 下面还有一个小熊猫 然后恶魂出现了 我们要干掉这些恶魂 就是 好 这一关我们需要干掉这些恶魂 这些恶魂来破坏我们熊猫的家园了 我们需要干掉这些恶魂 好好好 快点快点 让我的弓呢 哇 我最讨厌打恶魂了 我最讨厌打恶魂了 让我们开始吧 战斗场地在哪 我这飘来飘去的 好 开始了 我这就算开始了 是不是 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好像 有一个倒计时 我已经拉满弓了 前面有个屏障 好好好 我要干掉这些恶魂 先干掉这个不动 先干掉这个不动 走 什么情况 什么什么 我又扔了废血 而且我的弓射不出去 get back on your panda 我要骑上我的 panda 我的 panda在哪 我的熊猫在哪 oh no 哪个是我的熊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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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t back 我动不了 我哪个方向都去不了 oh no oh no 我刚才应该骑着那只小熊猫过来 我知道了 我们刚才点开始的时候 应该骑着我们的小熊猫 oh no 明白了 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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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在哪 resetting level 正在重置 明白了 明白了 我们要骑着这只小熊猫过去 这是这是我们的坐骑 不是啊 我那边 车生成了好多的恶魂 我们骑哪个小熊猫 肯定是骑他 快出来 快出来让我骑上 我要怎么才能骑上我的熊猫 如果我点这个开始 就快到这来 现在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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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开始 我要右键点熊猫 刚才我没有右键点熊猫 现在可以了 可以了 开始了吗 开始了吗 我在自动的飞 我在自动的飞 我可以射中他吗 不行 我的这个距离可能调的不对 当然我来调一下我的距离 我的这个视角 渲染距离24应该够大了吧 渲染距离24应该足够大了 在哪他们 在哪呢 有道具箱吗 这是道具箱 这道具箱 射中了 射中了 我得到道具箱了 不错 还要拿一个道具箱 这也是 这也是敌人吗 守卫者 守卫者 不一定把所有恶魂都干掉 是不是 不一定把所有恶魂都干掉 恶魂在哪 在这 在这 Eoy Eoy 这个Eoy的打我 一键干不掉 一键干不掉 Eoy 干掉这个Eoy Eoy Eoy的轰炸我 没打着他 就在我脸上 不要你这么近吧 Eoy Eoy Oh No 我在废学 这还有一个 Eoy Eoy 我应该把他的火球射回去 没错 发生了什么 这个刷怪龙会出什么东西 这个没用 还有没有道具箱 关键现在我不熟悉 我不知道 谁 小白 小白也是我的敌人 那刷了好多 我只剩这么点血了 难度还是有的 相当有难度 只剩半个血了 完了 我再被Eoy打一下 我就死了 Eoy Eoy Eoy在打谁啊 难道我有盟友吗 我有盟友吗 这有些守卫者 这些守卫者 E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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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多热模式的话 现在我可以旁观 Restarting 好的好的 我们来改一下难度吧 我觉得这个难度有点问题 我们想要通关的话 最好我们easy 是不是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不能再改了 好 我已经尽可能的降低难度了 好的 关键是 我现在不知道那些道具箱在什么地方 好 让我们开始吧 来骑上我的熊猫 OK 开始战斗 开始了吧 还有8秒钟 嗯 道具箱 道具箱加了之后 我没留意到我加了什么 哦 开始了 再见 Eoy 出发了啊 我们出发了 那几个可能不是关键的吧 我觉得 后面出现的才是关键的 这 再见 对对 刚才我一直朝后看不起 哇 这都没命中你 这还不死 哇 有几件才能打死啊 好难啊 好难啊 感觉 这道具箱 哎 命中了 三杀 哦 好像给我加了三杀 跟箭 哦 会补充我的弹药的 哇 哇 还好 这个一下就死了 守卫者 哇 这个没打中 哇 好难啊 我得往前看 我得往前看 这就是道具箱 好 我又弄到一个道具箱 虽然我不知道干什么用 如果可以让我的弓箱变强 一下就可以把 以奥一干掉的话 就好了 哇 以奥一对我狂呼烂炸呀 哇 哇 我再找道具箱 道具箱 那里有的 哎 哦 对 我现在道具箱变成必定命中了 我降低自己的难度了 道具箱必定命中 以奥一 去死吧 哇 我的弓箱有没有变强啊 不知道 好好好 道具箱 道具箱 这有 哎 不是必定命中吗 也不能太嫖是吧 好吧 也不能太嫖 小白 刚才我被小白打得很惨 这次我不能给你们机会了 小白 小白 啊 小白 这还有 哇 小白 这还有小白 啊 干掉 啊 那里有个道具箱 能不能射中 啊 没有射中 哦 我血又不多了 一奥一又来了 一奥一在打谁到底啊 你看明白这地方 好 我看有没有道具箱啊 说不定有一个回血的 一下给我血回满 这有一个 道具箱 道具箱 命中了 有没有回血的道具箱 哇 这有 哇 一奥一 呀 呀 我干不掉他 好 干掉一个 哇 好紧张啊 哇 一大串一奥一奥一来了 哇 哇 他们在打谁到底 我赶紧找道具箱吧 我觉得道具箱很重要 道具箱很重要啊 哇 又有 哇 又死了 哇 他这个发射的速度有点太 太变态了吧 我想说 哦 哦 又败了 难度非常大 再来 再来 这次 这次 哎 这次我得了好多东西呢 哎 哦 我有装备的 但是这个是近战 能有什么用呢 攻击速度加1024 哦 还可以近战是吧 哎 刚才我有装备吗 这个整个近战 但近战好像没啥用吧 近战 等我把这个位置调一下啊 位置调换一下 哦 哎 来了 来了 来了已经 来了 已经 来了 已经 干掉 这有个道具箱我知道了 好 下面还有个道具箱 拿上 好 哦 好的 好的 我现在得了一把这个近战的像是 像是那个草剑呢 是吧 特别像是草剑 吓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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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 总是那个打不中 好 再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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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具箱 命中 yes 我希望有快速回血的东西 因为到后面 飞血太快了 吓死我 哇 我不断的在飞血 道具箱那个已经拿过了 还有没有 这有 这有个一奥一 好 干掉了 这有道具箱 谁在打我 你们俩什么时候出现了 你们三个什么时候出现了 什么时候出现 哦 我得把他的火球打回去是关键 可能 我得把他的火球打回去是关键 这有个道具箱 好 命中 命中 现在我血我还比较 比较的满 嗯 小白 干掉他了 这有个小白 干掉 这有个小白 干掉 道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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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有拿到 道具箱 啊 没有拿到那个道具箱 这有道具箱 我好像看到了 哇 又到了这个位置了 到这个位置就会很危险 这个姚姚在拼命的往那边发射了 我打死他了 这有个道具箱 拿到 然后 然后好像会突然出现很多 会好像突然会出现很多 在这 哇 就在这 好 扎掉他了 这还有一个 哇 好 干掉他了 再来 哇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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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哇 这个已经不危险了 我们赶紧看前面吧 待会会突然出现连发的 那个连发的 我有点招架不住 哇 谁 来了 又来那个连发的了 又败了 但是这次为什么没有显示我已经死了呢 什么情况 过关了是不是 过关了 莫名其妙的就过关了 一顿烟花 一顿放烟花 好好好 我们来到了一个新地方 第一大关已经通过了 我们来到一个新地方 Level 2 Level 1 这什么 Level 0 还有 还有0呢 好 那我们现在 这才是真正到了选关的地方 我们看都有什么 这有默认的熊猫 One and only 这是 这是那个 那个一开始初始的熊猫 那我们还可以选择新的熊猫 Monk Panda 这我们还选择Monk Panda 他们的能力会不一样吗 Mix nearby enemies 偶尔会让附近的敌人眩晕 原来这些熊猫都有一些特殊效果 这个神熊猫是什么熊猫 Hello 这是我的熊猫吗 现在不能骑 但是我用一把近战的 这把剑是干什么用的 攻击速度加1024 这倒是很厉害 但是我近战能有什么用吗 应该没什么用 然后现在是默认的 如果我选这个 还没有解锁 这还没亮 还没有解锁 还有Chaff Panda 这个是Gives our 有偶尔会给我们那个金苹果 太帅了 这个是Sometimes grows for a few seconds 这个箱子会grow 会生长 会生长几秒钟 不懂 然后这个呢 英雄的Panda Kill enemies in front of Banda 杀死敌人的话 会加一些 抗性提升的属性 后面这些熊猫好厉害 那我接下来 要想办法解锁这些熊猫 是吧 好 那么这边是什么 这才是主打听 我们需要看的东西还很多 这跟刚才那些一样 这跟刚才那些一样 应该 这上面呢 我来看这上面是什么 helpful hint box 什么帮助箱 然后这个呢 这也是 我点一个看 这是什么 这点 Wild Banda VS AeroV 这是一些小提示 这是一些小提示 我们不看这些提示了 刚才那些道具箱 我完全都没看他们什么作用 对不对 来不及看他们什么作用 但有一些是给我补充剑的 那边好黑 这边再没什么了 这可以买装备 太棒了 这可以升级我的防御力 我现在是皮革套和盔甲 对 我一开始连输两局 我觉得那个时候 好像没有看到我有套装 现在有了是不是 request one to create flame ball flame ball 可以升级这种弓是不是 我现在升级了吗 200 to create this for you 他太饿 come where you have some 我还得给他吃东西 那我还是去战斗 我还是先去战斗 这个我们已经打过了是吧 我先踩上去干 不对对对对 那我试试吧 看看这个从零开始的这一关是什么 是不是刚才那一关 果然零就是刚才那一关 完这关我们又要打一遍了 好来吧来吧来吧再来吧 我的熊猫 骑上我的熊猫 好的再来一遍吧 好的明白了这下 这下明白怎么玩了 但是我怎么收集熊猫的食物呢 可能某些奖励箱里面会有熊猫的食物吧 你是第一个 我鼠标被麦克风挡住了 居然没死 好我先拿奖励箱 奖励箱这有一个 奖励箱这有一个 好的都拿到了 然后会有一个守卫者 说的就是你 这还有守卫者 说的就是你 这还有一个 说的就是你 哇这次三连中 耶 耶 还有哪有 这有奖励箱 拿上 OK 优异 优异在哪 优异在这 我这 哇 哇 我要把他的球打回去才行 哇我这废血太多了这样 奖励箱 奖励箱 奖励箱也没拿 奖励箱 奖励箱 哪有奖励箱 哇这又一样的优异 讨厌的恶魂 哦干掉了 干掉了 干掉了干掉了 这有个奖励箱好像 奖励箱我错过了 好到小白那了是不是 奖励箱 哎射中了 到小白了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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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斗吧小白 好 然后这小白 这小白 奖励箱 好很顺利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稍微有点加速 哇哦 我们到了这了 这好像是最终的那个场地了 我必须要干掉这个妖艺 好干掉他了 然后再来 再来 守卫者算了 这奖励箱 拿上 哎 奖励箱没拿上 拿上了 哇 哇 好像是得了头盔什么的 我感觉是吧 哦 都在我身上呢 啊 随时得了奖励箱 我可能随时要穿上 比较好 哇 哇 哇 干掉他 哇 哇 一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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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来了来了 来了 一串发射的又来了 一串发射的又来了 哦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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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哦 我在奖励箱里面会得到这些盔甲什么的 我得随时穿上才行 好的 我又回来了 我又回来了 我们又打一遍那个关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熊猫的食物 以及我怎么把它喂饱的问题 我怎么才能把它喂饱 哦 你们都来了 这是我的熊猫吗 我能骑吗 哎呀 你们不用这么热情吧 你们想要吃什么 这裤子你们吃吗 他们看起来是不吃是吧 吃了吗 嗯 不可能 他们不可能吃裤子 他们到底他们吃竹子 我上哪给他们弄竹子去 是饭团呢 是日语的那个onigili 是饭团 这些熊猫要吃饭团 饭团 哦 这就是饭团吧 onigili workshop 哦 对啊 那我要我要做点饭团 快点 我要我要拿什么做饭团啊 这个饭团我也得不到啊 onigili的workshop 哦 onigili给我点onigili呗 unlock it 哦 哦 我在战斗的过程中应该射一个 射那些野生的那个熊猫 这样就可以解锁它了 mananda on the bell until you do certain things in the level first 哦 这种野生的熊猫需要我做特定的事情 它才会出现 要不然它不会出现 这个 但是我现在没有见 哦 这边还有一个空间 哦这有个熊猫 哦 这边还有个空间我没来过 哦 哦 这有个房子 这里面没有什么 哦 这是这是我的我的熊猫吗 哦跟我走 哦 这是熊猫的宿舍啊 这是小床啊 还上下铺的 哦 这有箱子 有箱子 我要开这个箱子 哦 箱子里面是一些这个熊猫的面罩 哦 我拿一个呢 我拿一个这个花花绿绿的看看 呃 呃 呃 变成这样了 彩色熊猫 我变成彩色熊猫了 彩色熊猫还是有点不太大 我还是拿一个普通熊猫吧 哇 这个这个不错耶 哦 来熊猫面罩 戴上 戴上 但熊猫面罩肯定没有防御力啊 哦哦哦 这就比较酷了 很好 我喜欢这个造型 但是肯定是没有防御力的 嗯 我这头盔有防御力 这个熊猫面罩没防御力 我们先戴着吧 啊 战斗的时候再给它换过来 然后 诶 那有很多箱子咯 哦 这是书架 只有那一个箱子 啊 只有那一个箱子 就被我无意间发现了 嗨 哦 这还养了小熊猫 嗯 不错不错不错 啊 这个呢 这边是什么 music OK选这个音乐的是吧 嗯 好吧 让它自由的循环播放得了 好了 那我们这里面没别的东西了 那还有其他地方吗 我需要去的 这有个在游泳的熊猫 哎呀 onigiri 我需要做饭团 怎么做饭团 谁告诉我怎么做做饭团 嗯 我觉得我们肯定是在这个战斗当中得到饭团 然后到这来交易这些东西 他所谓的onigiri workshop 应该就是说用onigiri来换这些东西 是吧 应该不是在这制作饭团的意思 好那我们再打一关试试看 看能不能从道具箱里面得到个饭团什么的啊 走着 我们去那个第一关 刚才我们是第0关 我们现在是第一关 第一关 这个 好第一关 开始 看看这一关是什么样的场景 哦 盔甲我都已经装好了啊 等等等等 我还没把我这个换上的 这个 这个头盔换上 哦 头盔换上 开始了 哎 哎我的熊猫 熊猫熊猫 啊我的熊猫已经跑了 啊啊 还好我追上他了 哦 还好我追上他了 哦 这次要干什么打什么 还是恶魂吗 蘑菇牛 蘑菇牛是敌人 蘑菇牛是敌人吗 好像他不攻击我 好像他不攻击我 那还有蜘蛛 那蜘蛛是敌人吗 哎什么情况 小鸡 小鸡是敌人吗 哦 我在废举 哦 蘑菇牛在打我 蘑菇牛是敌人 这些小鸡也是敌人吗 我这次好像没有刚才那么明显 蜘蛛 我因为射不中他 来了 哇我又近战吧 近战吧 我这个近战的武器相当厉害 你们敢冲过来 那就是你们自己找死了 好 哎 TNT可以让他爆炸 哦不对不对 我没有那个火的TNT 没有那个火的剑 所以没办法让他爆炸 哇 好干掉 哎呀 道具箱我一个都没拿 我还准备要射击onigiri呢 饭团呢 我我我一个饭团都没收集到呢 这这个是敌人吗 我这个箱子我得收 好的 嗯什么 蘑菇牛又来了 蘑菇牛又冲上来了 蘑菇牛又冲上来了 哇哇哇哇哇 随时都可能发生发生危险 哇 前面是是是是什么 那边有蜘蛛 那边有蜘蛛离我那么远 应该没有 哇 闪电苦力怕 闪电苦力怕 也来了 呃 不能让他爆炸呀 哦 干掉了 哎呀 道具箱 道具箱 哦 这有道具箱 射中一个 嗯 找到什么 卡卡 应该也是 也是装备 我现在需要饭团 让我找到个饭团吧 敌人在哪里 敌人在哪里 哦哦 哦 守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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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打守卫者 还是很在行的 刚说很在行 哇 赢了是吧 哎这关比第一关还要简单 不过这关我没得到什么 什么那个 道具箱啊 有没有 哦 得了一个这个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 哦哦 你们在放烟花呀 吓我一跳 哎呀哎呀 大家不要这么热情 你们是不是想要饭团啊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 我活活把我推到水里来了 你 你 我没有饭团 哇 我到哪给他们找饭团去了 等一下啊 得了一个这个 攻击速度加1024 伤害加8 跟我这个比呢 哦 这个比我这个还厉害 比我这个近战的还厉害 也没有积攒野生的熊猫 然后我有两个鸡蛋 这两个鸡蛋 我可以用来做饭团 哇 我摔了个鸡蛋 我又摔了个鸡蛋 完 我两个鸡蛋浪费了 没有了 好吧 那行 那我们今天先打两关吧 打了这个Level0和Level1这两关 这个Level1 反而比那个Level0感觉还是简单一点 但是呢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哪有饭团呢 我希望得到一点饭团 但是现在我们并没有饭团 所以就买不了这边的这些特殊的装备 比如这个火的弓啊之类的啊 这个感伤感觉上还是很有很有作用的是吧 我们这个这个默认这个弓打恶魂都要打个三下 这个有点太什么了 太弱了是吧 行那回头我们再研究一下吧 这个怎么来得到饭团 怎么来升级装备啊 如果玩过这个地图的这个朋友们也可以在留言里面告诉我一下啊 怎么来升级这些装备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先到这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